大家好,我是小诺 菠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 但是冬天的菠菜最为好吃 冬天的菠菜个头虽小 但是其中的草酸含量低 营养更加的丰富 味道也浓郁 而且就连菠菜根也是微甜的 今天就用一把菠菜一碗面粉 给大家分享从没吃过的做法 比饺子好吃,比馅饼还要简单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现在这个季节 菠菜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我们这边菠菜三块钱一斤 今天买了一斤 菠菜的价格虽然贵 但这一斤也买了这么满满的一大包 先把它摘干净 菠菜也有很多品种 有花叶的,原叶的 我比较喜欢这种原叶的菠菜 它的颜色比较深 吃起来口感也是有点甜 摘干净之后放入盆中 用清水把菠菜清洗干净 特别是菠菜根部的地方 一定要佐助清洗 这个地方容易有泥土的残留 菠菜根的营养也很丰富 我们在吃的时候最好保留菠菜根 多清洗几遍 直到清洗的水清澈了 把菠菜控水捞出 锅中水烧开 往里面加入一勺湿盐 入一下底味 再淋上几滴食用油 用勺子搅拌搅拌 加入食用油 超水的菠菜颜色翠绿不变色 然后放入清洗干净的菠菜 超水30秒 菠菜中含有草酸 草酸是容易水的 超水可以去掉菠菜中 大部分的草酸含量 菠菜变软 30秒后空水捞出 放入凉水中过凉 过凉后取一把菠菜 整理一下挤干水分 放在案板上 先把根部给它切掉 切下来这个菠菜根不要丢掉 待会儿我们留着做馅料用 然后再将菠菜叶子切碎 再剁一剁 剁得碎一些 剁好后把它放入面盆中 用筷子抖散 再打入三个鸡蛋 这三个鸡蛋 待可重是150克 加入4克的酵母 一勺白糖 出进酵母的发酵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往里面再加入350克的面肥 面肥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加入 边倒边搅拌 如果觉得干的话 可以往里面再淋上少许的清水 搅拌成这样的面絮状 往里面加入少猪油 加入猪油揉面的时候不粘手 而且加入猪油做出来的面是口感一分香 然后下手揉成面团 我们再和面的时候一定要把面团和得稍微干一些 因为菠菜是超过水的 我们在揉面的时候 菠菜中的水分还会释放出来一些 揉成这样一个光滑软硬适中的面团 把面团轻轻地按扁一下 在面团的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在醒发的时候不会粘到保鲜膜上 盖上保鲜膜 放到温暖的地方 醒发至1.5倍大 接下来准备一把粉丝放入碗中 往里面再加入70度的温水 把粉丝泡软 再准备一块老豆腐 先切成薄片 切好后放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烧食盐 再倒入开水 把豆腐烫一会儿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豆腐中的豆腥味 再把剩下的菠菜给它捞出挤干水分 放在菜板上再把菠菜切碎 特别是菠菜根的地方一定要给它切得碎一些 刚才切下来的菠菜根再给它切得碎一些 菠菜根的地方给它剁一剁 把菠菜根剁得碎一些 再将菠菜叶子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大碗中 再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 切成薄片 再切成胡萝卜丝 最后再切成小丁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香葱切成葱花 切好放入盘中 粉丝这会儿也泡好了 泡软了 变白了 把粉丝控水捞出 再把粉丝切成小段 再剁一剁 把粉丝稍微的剁得碎一些 剁好后放入碗中 豆腐整会儿也泡好了 把豆腐控水捞出 再把豆腐切成条 菠菜和豆腐有好多人认为是相克的 原因是豆腐里面有盖 菠菜里面有草酸 两者一起吃会形成草酸盖 容易得结实 其实这种事情早就辟谣了 而且这个问题也是很好解决的 草酸容易水 提前把菠菜焯烫一下 就会去掉菠菜中大部分的草酸 菠菜和豆腐一起适量的吃 还有助于触定消化 有利于身体的健康 再改刀切成豆腐丁 切好后放入大碗中 碗中再打入三颗鸡蛋 淋上两滴百畜去腥 用筷子将蛋液充分的搅散 锅烧热加入食用油 油热倒入鸡蛋液 用筷子快速的滑散 炒成鸡蛋碎 鸡蛋进行即可关火 如果觉得鸡蛋碎大的话 可以用铲子铲一铲 把鸡蛋碎铲得小一些 然后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再淋上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放入胡萝卜丁 把胡萝卜炒一炒 胡萝卜炒一炒 胡萝卜中的营养物资 能够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而且炒过的胡萝卜吃起来口感更好 炒至胡萝卜断生 把它盛入大碗中 炒好的鸡蛋碎也放进来 再把切好的葱花放进来 接下来调味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五香粉 再加入一勺鸡精 一勺蚝油 再泼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淋上小末香油增香 用筷子搅拌混合均匀 搅拌均匀 这样香喷喷的芭菜馅就调好了 这样调出来的馅料 看上去特别的清淡鲜香 面团饧发好了 搓个手指 像这样不回双就可以了 饧后的面团 把它移到面板上 揉一揉排排气 揉成原来的大小 再搓成长条 再非成大小相等面积 面板上撒上一点干面粉防粘 把面积油外向内的揉圆 揉成这样的小面团 按照这个手法 把所有的小面团全部揉好 全部揉好 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 取第一个揉好的小面积 把它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成包子皮 擀的时候撒点干面粉防粘 擀成这样 中间厚四周薄的包子皮 用菠菜和面擀出的面皮 特别的好看 像海苔一样 放上调好的馅料 馅料多放一点 用筷子按压一下 然后用包包子的手法 把它包起来 像这样一个包子生皮就做好了 把所有的包子全部包好 全部包好 再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 接下来平底光刷油 摆上包子 中间留有缝隙 先不用开火 盖上盖子 二次醒发 二十分钟 时间到了 摆开盖子 包子的体积明显变大了 用手轻轻的按压 回弹就醒发好了 这个时候开小火 用小火慢煎 煎两分钟左右 煎至底部微黄 然后往里面加入清水 随着包子的缝隙加入清水 水的量没过包子的三分之一处即可 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把水分收干 水分收干 关火再煤两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哇太漂亮了 这样绿色的水煎包就做好了 看上去特别的鲜 按压一下 像这样立马回弹 包子就烙熟了 看看底部也是金黄金黄的 出锅装入盘中 直接拿有些烫手 在上面扣着一个盘子 然后倒扣在盘中 底部也是金黄焦香 这样菠菜水煎包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水煎包底部金黄焦香 捏一捏 还非常的酥脆 打压一下蓬松又鲜软 但绿色的面皮夹着的菜叶 看上去就很有食欲 拔开看看 有豆腐粉条 菠菜 胡萝卜 鸡蛋 全部是素馅的 尝上一口清淡又鲜香 虽然说没有放肉 感觉比肉的还要好吃 这样做的水煎包比早餐店里做的水煎包好吃多了 馅料丰富又营养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